这个是一个骗局 你拿了这个选举 谁敢不听你话 你不知道就是说 五年到十年 每一家每个户每个人 他都要控制得了 一个命令下来他就搬起 这个就是他的目标 看你以后听不听话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5月8日 香港即将迎来行政长官选举 这是自2020年港版国安法施行 和2021年 中共人大通过所谓的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之后的首场特首选举 虽未知为选举 但只有一位候选人 李家超 这意味着他几乎肯定会成为 香港的第六人特首 李家超何许人也 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参选 他上任之后 将会给香港带来哪些变化 未来的香港和中国大陆 和世界的关系 将会何去何从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香港 一百多年前 香港从鸦片战争 割让给英国的一个小渔村 发展成为亚洲五小龙的东方之珠 再到现在 大批港人仍将逃离的沦陷之城 香港的故事 值得说给更多 说普通话的我们听 为此呢 我特别邀请到了 备受港人敬重的 袁弓易先生 做客我们的节目 很高兴再次与您 在节目当中见面 袁先生您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的普通话 普普通通啊 对不起 有时候表达 有点问题 你们原谅 不会 听得非常清楚 袁先生您是香港人 您怎么看 李家超出任特首 我想因为你的观众很多是讲普通话的 他们不一定在对香港有这么深刻的了解 所以我想说一说这个开始的时候 香港殖民地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就决定了 国家决定要放弃殖民地 让他们自己独立 这个是英国的国策 那个时候呢 他本来想早一点实行香港的民主 但是周恩来不肯 他说你一实行的话呢 我们要马上收回 周恩来呢 中共就是怕香港有了民主之后了 将来他收不回 因为人民的 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民的声音 比什么都重要 主权归民 这个事情已经是 那个时候大家 联合国已经声明了 那么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糊涂 但到底主权是归什么 大家还没有搞清楚 那么多数是大的国家说了算 所以他不给香港民主 那么后来80年代 中英联合声明 谈回归的时候呢 那么那个时候的 《中英联合声明》里面 说的清清楚楚 主权可以还给北京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主权归不归英国 归不归中国 这个我们将来再有机会谈 但是英国说 我愿意给主权给你 但是你要给香港的人民 三样东西 就是自由 民主 人权 就是投票权 那么这个答应的 什么都写的清清楚楚的 主要问题呢 我上次在澳大利亚 跟你们那位朱峰啊 你们那位法律专家朱峰 他是那个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 写基本法的时候 他是一个 他是参与那个起稿的人 所以他非常清楚 问题呢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之后 他们就朝以这个基本法 基本法里面呢 有一个致命伤 就是最后的传说权 就是解释权啊 就由人大常委来负责 来这个责任 就是说他说了算 那么最终最终 这个香港的宪法 就是基本法 是人大说了算 那么这个就是致命伤了 原来那个 基本法里面规定 这个97年之后十年 香港就有商普选 商普选就是香港的立法会 还有香港的特首 有一人一票选出来 这很重要 这个就是民主 最基本民主的精神 那么香港是三权分立的 司法做了法官之后 他们里边有一套系统的 怎么找新的法官 来代替旧的法官 他们是非常独立的 现在当然破坏掉了 那么立法就是立法会 现在这个立法会 行政就是特首 下边的那个政府 香港政府 所以这个三权分立很重要 但是习近平 他是在中国长大的嘛 他不懂 他有一次 大概三四年前吧 经过香港 他说应该三权合作 他是这样做法 就证明他完全不懂得 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三权分立 他是另外一套 他是属于那个共产党的一套 专制的一套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么香港的香港人说 70、80年代 给我们普选啊 那么共产党那时候拖 他说我愿意 给你们多一点席位 在立法局里面 立法会里面 给你们多一点席位 你们可不可以推迟 推迟五年 那么香港这批民主党啊 这批民主党很笨 他们以为共产党是可以信任的 他们也自己觉得 有这几个席位啊 叫超级席位之后 他们党的控制 对立法会的控制更强大 他们是为了党的打算 就允许共产党推迟五年 推迟五年 那么这个问题就大了 那么五年过去了 五年过去了 那么香港人说 要兑选啊 上普選你要兑选 那么中共又开始耍了 就说我们注重一国 两次是第二 第一是一国 那么那个时候 所以搞出那个战忠啊 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战忠 就是因为香港人得不到这个商普选 所以搞出个战忠出来 那么又糊里糊涂搞了一轮战忠 又拿不到 那么不断行为升级 尤其是年轻人知道呢 这个是一个骗局 根本永远不会有商普选的 2019年 当香港政府提出送中的法律 就说香港人 我已经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把你送到大陆去法庭去审判 然后呢 将来什么就说不清了 一进去大陆之后 谁都说了谁都说不清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就搞出那个送中的香港的抗争 两百万人一百万人上街 这个你们也看见了 那么之后他知道这个事情脱不下去了 他就通过那个国安法 先把刑事稳定下来 把这个抗争了稳定下来 然后第二年 就2020年 他们就马上就通过这个选举法 那么选举法基本上全部是他说了算 一个国安法 一个选举法呢 基本上就什么都是他说了算 我们原来被答应的那个三个三方面 三权分立 一个都没有了 后来他国安法之后 由国安的法官专门审 那么他什么审都可以 他们扣留你 这个我们现在还有人扣留了 一个两三年 三年了还没有审 本来香港的法律是24小时 你就要决定到底审不审 到底告不告这个人 那么现在搞得没有了 这三权司法权 司法已经没有独立了 那么立法也没有独立了 他们随时随地你不喜欢的 他就DQ DQ的意思就是disqualify 就是不合格 没有资格 你没有资格来选 那么DQ 我们香港人用这个字 用了很多的 就把你资格 选举的资格取消 之前选举之前也可以取消 选举之后也可以取消 那么等于他说了算 那么特首 特首原来呢 还做作戏 那么比如说两三个人 大家来选一个特首 这次大家都清楚了 只有一个 而且呢 九天前 开始选举九天前 他才拿个政纲出来 政纲里边 完全不谈政治问题 他知道政治方面 他是理亏的 所以他提都一个字都不提 就谈民生问题啊 经济问题 不谈政治问题 那么这个选举有1400个代表 所以香港的精英啊 由他们来选 那么他们呢 一听到共产党 共产党叫他们投什么 他们就投什么 他们是非常听话的 一个都不敢说话 所以呢 所以说这样说 我们李家超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给他推下来 为什么呢 现在习近平正在进行一套 就是说 好像文化大革命这样 他要控制 所有每一个人 所有 整个中国人 现在有了大数据之后 一点都不难 有新的科技 他想用这套来管中国人 还有管香港人 那么李家超是最好的代理 为什么呢 他是我们 是我们叫做保安 保安系统 保安系统包括警察 警察 移民局啊 还有那个救火的 这个都是保安的 是你们等于你们公安系统 等于你们的公安 也不是公检法 就是公安系统 那么李家超是从这个系统上 上来的 所以那就比较听话 你知道警察 你不要跟他讲什么理由的 你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所以他选这个 反而这个林郑呢 读书读西方的书读的太多 你如果命令他 什么林清零的话 他没有办法接受 就算他走嘴头接受 口头接受 但是他没有办法 执行方面呢 他就犹豫了 就说这个东西到底 有没有科学的 所以他就有这种 一看他样子已经是 就是说有些勉强 就是勉强 但是李家超这种呢 他从这个警察出来的 上面一个命令下来 他就搬起 这个很简单 所以他就这个人比较好用 但是长期来讲 共产党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 这个将来香港 现在基本上变了一国一制 就是将来要有香港的书记 比如骆维林啊 他们已经是书记了 那么书记下边要有市长 要什么什么 这套将来跟广州啊上海 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这个过程呢 大概是五年吧 五年到十年 他可以把香港变成一个广州 或者变成上海 用他这一套 就共产党这套 党支部这套来管理 那么下边还要 有一个班子 就是长面的班子 这个什么 跟这个中央 博物院这套就是假的嘛 这个共产党中央的那套才是真的 就完全是按照这套来做 所以李佳超 你讲老实话呢 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好研究 就是一个听话的警察 不好意思啊 好的 机关枪呀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没事 对 袁先生刚刚在讲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把很多东西都揉在一起讲了 可能对我们部分说普通话的朋友来说呢 习记说不是那么的笑 那么呢 我们现在就搬开来 一一来再请袁先生来讲一讲 刚刚袁先生 您首先说到香港的这个历史啊 说在基本法当中呢 这个宪法当中 本来就存在着一个隐患 就是说是人大去决定香港的这个决定 是 是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意味着 其实从最开始 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 这个中共就已经在铺牌 说要有一天要拿回香港 并且呢 它在接下来所做的 比如说像送中啊 或者国安法的推行啊等等 都是为了要尽早拿回香港做准备呢 就是这样子 它从来没有 港人治港是一个口号 它从来没有想到港人治港 它就是表面 它可以制造一批人是所谓港人 有他们来治港 但是效忠于中共的 这就是原意 从头到尾 他们香港有地下党的 共产党地下党 1922年 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之后 第二年 这个香港就成立支部了 从来他们不相信港人治港的 这个是一个 很 就是给全世界看的 他们有他们一套想法 完全不断地在安排 所以在谈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 整个东西 过去这几十年 永远是香港要控制 共产党从来不会放弃的 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幻想 不是它不对 是我们自己不对 所以这么多年 中共在寄予着香港 拿回香港 您觉得香港 为什么港人没有夺回这个自主权呢 香港人呢 他懂得分裂 他懂得在香港里边 哪个是帮他的亲 他就这套东西 共产党一直他是精通的不得了的 所以他在我们香港人里边 分裂的 做生意的人 多数都喜欢亲共 给一点好的条件 国内的市场开放一点给他们 他们就发财 发得不得了了 所以基本上 他把香港人里边呢 亲共的 他把他归了边 然后呢 他用大多 你知道共产党的语言 用大多数打击小数 就算你是亲他的 他也就不注意把你分化 到了最后 他的最后追求就是没有敌人 全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呢 这个东西整个一直在发生 细节太多了 写十本书都写不完 但是大家如果是国内出来的人 我一讲他们都明白了 我倒反而是 这个 来了 这个从小就过来 反而后来我后期 改革开放之后 在国内又住了20年 所以我对他们 比那个时候才开始 了解他们在搞什么 您可不可以给我们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中共的地下党 是如何在香港 去分化香港人的 我举不要举简单的 有大的例子 所有的媒体 香港所有的媒体 香港本来是应该是一国两制 对不对 一国两制的意思 你自由 香港以前的媒体 全部是自由的 只有一两个大公报 什么文汇报 根本没人看的 这个销路不行 香港的报纸 现在到了今天 完全给他收购了 收购也好 控制也好 很容易收购就给钱嘛 就买了之后 他把自己的 那个片车放下去 然后是普通 你不听话 他不给广告给你 他叫所有响应 所有做生意的人 不给广告给你 那么一个报纸 没有广告就死掉了 这个所有媒体 所有电视台 所有这个电台 收音机的 全部他控制 这个还不是这么明显 你看看最后 苹果日报也倒下来了 唯一的一个 我也倒下来了 迟早问题 根本就没法 不是主流媒体 没法在里边 他主流媒体一定要控制 显小的媒体最终 他还是要控制 好的 您刚刚提到了李嘉超 说李嘉超跟林郑相比 李嘉超是一个更听话的人选 其实在很多人心中 林郑已经非常听话了 因为在他的之下 是推行了中共 得以推行了这么多的政策 在香港 那李嘉超比林郑 更加听话的话 您觉得未来香港的这个形势 是不是会更加的铁腕 更加的严苛呢 肯定 肯定 香港就是 他现在懂得广东话的人不够 他可以用的广东话的人不够 而且广东人呢 基本上不是他这一套 你看看 中央有几个广东人 一个都找不到 所以他想 现在他想透过李嘉超 然后纪律部队 懂了 还想再从广东 尽量派一点 广东的公安啊 武警他们派过来 来接管香港 最终他要做到 就说现在好像上海封城一样 做到这个地步 每一家 每个户 每个人 他都要控制得了 这个他没有李嘉超 李嘉超也不一定成功啊 这个在香港有很多 很多左力 我们香港人也不是 这么愿意听话的 所以他本来搞一个 全香港的这个测试啊 这个疫情测试 已经办不到了 一开始 这个一个月前做 已经失败了 那是 就是他没有这批人来 你好像在上海 他还是厉害的 中国 他用这个 好像那个就是 管理声誉 那个 控制声誉 用这个部队 他现在在中国大陆 他在用这个部队 来管这个疫情 但是香港没有这个部队 他管 而且这个比例还不到 就是说警察的人 跟这个人口的比例还不够 所以这个问题 他找李嘉超就这个方向 但是要做到 他要做的 起码应该大部分 大概五年 只会一步一步的收紧 五年之后 会比较像呀 还做不达不到 上海现在 所以李嘉超的首要的目的 您觉得是控制 就是 会强化到每一户 每一家的对港人的控制 林郑没有问题 林郑什么话都听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反话 但是你看到他的脸色 一碰到 尤其是现在这个清零的问题 还有金融的问题 他就是 有勉强的 一看 你共产党 你看 你的脸色 你不装 你不装就是装 他连装 到了后期 林郑的后期 真的没有装 装都装不来了 实在等过 受不了 太厉害了 这个 他讲到最后 他还是受香港教育的 小学 中学 大学 都是受香港教育 你不管怎么样 这个香港 这个西方的教育 对不对 我们都是 接触过西方教育的人 这个里边 是比较合理性的 合人性的 您刚刚提到 李家超的时候 还说了一句话 你说 中共有自己的打算 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 刚刚结合您讲的 李家超的这个 未来在香港 可能的执政方向 是不是中共 就是要彻底 把香港变成 类似于广州 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呢 那中共 我们也要分清楚 中共里边有派系的 对不对 香港本来 是有江家 来负责的 就是说江志明的说 一直江志明 曾庆红 这个张德江 这套系统下来 一直是江家的势力范围 那么包括金融 那么 这个习近平 你知道他对金融经济 一窍不通的 他这就是一窍不通 但是他又想管 你看 哇 香港这个钱 花花的钱 花里花了 一天到晚 他要管 但是他没有能力管 每次他要管的话呢 这批人基本上都是跟江家在通气 这个廖辉啊 他们全部是江家的人 那么后来实在没有办法 用国安法 再派这两个什么陆江 陆江什么来管 这种人从西北来的 没有出过国的 英文就别讲了 所以这个派的人 他其实 他要控制香港 除了长期之外 主要是 那边的权斗 他要从 江家他的反对派里边 把香港抢回来 因为香港太重要了 你给我举个例子 中国 中国人洗钱啊 这个贪污的钱出去 我可以说90% 是经过香港的 全部有记录的 每一家在银行里边 每一笔钱 哪一个人 到了哪里 全部有记录的 这个证据啊 你拿着这个证据啊 谁敢不听你话 你就把这个证据 一划出去 这个就是 你不要以为 不是单是钱的问题 这个香港的银行里面的 资料就值钱了 就不得了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香港控制下来 现在上海也是 上海不怎么听他话吗 现在就是为什么要封上海 上海人在抵抗 基本上用躺平的方法来抵抗 我也不干了 想把你整个滑东的枢纽啊 把你坦奋下来 其实他们在斗 讲到最后 我们不要说这个一个 讲到最后 归根究竟 所有发生的事情 离不开这个拳子 中共就是个拳 你看看毛泽东 过去 从一直到他死 从来没有停过 全斗 从来没有停过 所以他做到最后 香港要控制 是为了他 以前没有香港的控制 上海现在正在 正在搞控制 全部人工也不知道 现在他正在 拿这个控制 一样跟上海一模一样 那么其实深圳跟广东 他们比较聪明一点 就没有跟他正面冲突 但是这个事情在发生 现在上海是一个 非常好的那个例子 就是他要弄到 香港好像上海 今天封城的程度一样 这个就是他的目标 然后你看你以后听不听话 在下期节目中 袁公寅先生透露 习近平对香港的控制 只有20% 剩下的80% 掌握在谁的手里 李家超就任特首 除了严控每一位港人之外 还在政治斗争上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昔日东方明珠已然暗淡 香港将何去何从 袁公寅先生会否为您播云见日 正非访谈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